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自动有新消息 爱丽丝剧情加入 那塔新资讯爆料 元神5.0新角色技能首报 火神设计稿成废案 5.0两套新圣遗物来了 先说下近期的消息 在4.8前瞻结尾的彩蛋中 放出了一些关于炎罗利的消息 展示机制很像万叶 目前还不确定他是不是五星角色 只能等下一次前瞻直播才能揭晓 火神和火龙王是其中备受期待的角色 展论坛上已经有几个月的概念图了 大家希望能尽快看到 关于这两位角色的消息 顺带一提 近期元神将会有新的消息 主要是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奈塔TV 下面是来自Flo的一些新爆料 许多旅行者都可能注意到了 新圣遗物对老角色金币的压力 从封单时期开始 就感觉与老角色之间产生了一些差距 最初 封单的慌忙属性并没有给玩家带来太多不同的感觉 然而 据说奈塔的新圣遗物是根据那塔角色机制定制而成的 这套圣遗物能够在夜魂态时增加伤害 并消耗夜魂来提高暴击率 此外 当队伍中的角色进入夜魂状态时 会获得能量回复 并触发反应以增加角色的伤害 近期有关魔女爱丽丝和愚人重植行官妇人的新消息 引起了广大玩家的兴趣 最近在网上发布了这两位角色的是音消息 看起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在剧情中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对于爱丽丝 许多玩家表示迫不及待的想要将她加入自己的角色卡池 大家都知道 在提瓦特大世界中 爱丽丝的所作所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至于富人 她的登场可能与智东有关 此外 有一条消息称 愚人重植行官攻击实际上并不年长 比目前许多进入角色卡池的角色都要年轻 非常期待奈塔的TV发布 只需在等待大约一周的时间 我们就能一睹内塔的风采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信这个TV将会带来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 首先是有关草5.0大剑男孩技能方面的消息 技能描述分别是 开一转然后射 一次一级线打四炮 夜魂达到N值就开炮 绑定燃烧 天赋给炮增伤 一命加炮的爆伤 半命减草抗 六命炮可弹射 来源炮 有关5.0水法 追踪弹打三个以上 敌人减伤 大招就是炸一下 一命叠满印记后 附加生命倍率的给普攻和追踪弹 半命减水滴加印记 四命给大招增伤 六命每下普攻都带一命提供的生命倍率 有关妇人的角色试音稿 来源 Seal League 这个人设很符合我之前对他的印象 而且按照激进派保守派划分的话 博士仆人妇人公子这四个一定是一派的 因为保守派有队长少女 丑绝中立 这几个如果不抱团 要被队长一个一个干碎 其次 仆人和博士是不对付 但仆人这个人和外人交往很精明 说白了 就是凭利益说话 为了利益他伙同博士做到旅行者 也是可选答案 更别提党真实和博士站队了 有关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卡角色设计稿 耐卡蓄取PV将会在明天 也就是12号中午正式官宣 届时会公布所有在内卡魔神任务登场 且加入卡池的角色 至于现在内鬼迟迟不肯放出设计稿 主要是你对美术抓得非常严 谁敢提前泄露谁倒霉 连具体文字说明都高危 建模清晰图 至少也要等明天晚上才行 另外还有一则可靠消息 经过把里的东风谷大佬的朋友的验证 PV里的火神 不是肯德基小姐 也不是西班牙GMZ 或许都是飞暗了 希望最终时装的是 能让大多数人满意的设计吧 TG有人说 两个飞火西成女都身材很好 看身高 两个都是成女 目测一个消攻水平 一个营水平的 有关5.02套剩遗物 会跟生命之七套一样 机制才能触发 第一套夜魂态增伤 消耗夜魂增加暴击率 第二套队伍内 有人进入夜魂状态回能量 并且触发反应给角色增伤 夜魂状态 就是跟角色身上周围内层光圈有关 就像风单角色血量变动那样的机制 虽然不加新元素 但是得整新机制 不然角色容易机制疲劳